行政长官曾荫权说 现时马述比赛的保安适当 有需要的时候会再提高 曾荫权由保安局局长李兆光 警务处处长邓景成陪同 试测比赛场地 听取奥马公司行政总裁林焕光的汇报 曾荫权说 现时保安已经依据奥运标准和要求来做 有需要会再提高 但强调要取得平衡 否则会影响观众看比赛的心情 被问到近日天气热 会不会影响赛事 曾荫权说天气热是难免的 那参赛者需要克服各种比赛之中 不能够预测的因素